如果兩岸真的打起來 你會怎麼做 你會願意上戰場嗎 會吧 不然怎麼辦 那你覺得勝算高嗎 沒有 勝算 勝算 我應該會帶著家人跑 我已經準備好防空洞跟內褲 我會投降 能跑就跑 我們要問問看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如果真的照著這樣兩岸的態勢 尤其台灣 不管爭論節目啊 或者是現在我們的執政黨 還是要繼續抗中保台 我們還是看到蔡同學 依然見著麥卡錫啊 甚至我們有聽到美方啊 有人說啊 要發給島內的家庭啊 要有這個 防範大陸的入侵啊 其實當時我們聽到 我們都覺得非常好笑 還有前陣子 美方對於島內啊 說真的 如果兩岸真的有些衝突啊 要把台積電給毀了 我相信非常多人 當時聽到都傻爆眼 但是各位 這麼多誇張的議題 我們整天自稱民主自由 可是很多島內的民眾 卻不太關心這一些 攸關自己人身安全的事情 所以我們常常做街訪 有時候問那些年輕人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他們 疑問三不知 重點啊 他們非常多的私訊啊 有時候看的真的讓我們 非常頭疼 已經完完全全脫離了現實 尤其啊 島內年輕人如果脫離現實的話 那你在接下來選舉你該怎麼投 你還是要繼續要走著 兩岸惡化的路線 那最終達到可能大美麗 希望我們的衝突 請問一下台灣年輕人準備好了嗎 所以又隔了好幾個月後 我們要來實地調查看看 如果今天島內的年輕人 不管男生女生 各位 基本上以現在兩岸懸殊之下 很難說啊 女生啊 都有可能都要面臨於 要不要上去的選擇 所以今天韓國人 我們不設限是男生或女生 就是要去問問看 到底島內年輕人如果今天兩岸發生衝突了 他們會怎麼做 是投降呢 還是覺得逼不得已 好吧 也只能上去 但是那些可能覺得 那我只好上戰場那些人 那為什麼此時此刻不去當兵呢 這也是我們現在要觀察的事情嘛 不是只有嘴巴勇敢啊 那你實際的作為是什麼 所以這都是我們非常好奇的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把今天的街坊主持放 交給我們的兒跳跳 好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街坊吧 社會人士 對 你知道最近兩岸的氣氛越來越緊張 有可能會爭招我們年輕人要上戰場 那如果兩岸真的打起來 你會怎麼做 就打起來 那你會願意上戰場嗎 會吧不然怎麼辦 那你覺得勝算高嗎 沒有勝算啦 勝算 但是你還是會願意上戰場拼一拼 還是會吧 還是會 怎麼辦 了解了社會人士 算是 你知道最近兩岸的氣氛緊張 那其實有不斷的有可能 會爭招我們年輕人上戰場 如果未來兩岸真的打起來 你會怎麼做 會怎麼做嗎 嗯 呃 這個很難說耶 嗯 因為我覺得 嗯 我是希望是不要到打戰啦 對 但是我覺得如果到時候應該 就看 台灣的政府該怎麼處理跟決定 那如果真的需要你上戰場的話 你會 我說真的我沒有拿過槍 所以我沒有當過兵 因為我不是台灣人 哦 你是哪邊人呢 我是印尼華僑 但是我爸爸台灣人 然後我剛回來一段時間 應該說你不是在台灣土生土長 可是你算是 你有 我回來 我回來15年了 哦 我現在到永久就留症 哦 了解了 所以你也是不希望發生戰爭嗎 我也不希望 因為我蠻愛台灣的 嗯 好的 學生嗎 不是 剛過兵了嗎 剛完了 剛完了 對 假設兩岸真的打起來 你會怎麼做 那如果 陣仗還是得去 哦 如果他需要你上戰場的話 你還是得去 對啊 那你覺得贏面大嗎 我覺得現在科技發達 現在是一種 科技戰爭吧 不一定是人事上網 但是就是科技戰爭 所以你覺得 有機會的 還是沒機會 我很少去接觸這一面 所以我沒有太多的想法 所以總之他要你上戰場 你就是上戰場 對 了解了 社會人士了 有當過兵了嗎 當過兵 打起來的話 你們會怎麼做 就上戰場 好 那你們不怕會死掉嗎 好啊 真的跟國家 那你覺得會打贏嗎 那我不知道 很難講 烏克蘭也沒有說 可是他們還在繼續打 你知道嗎 那對阿 那就繼續打 繼續打 你也覺得 就跟他一樣 好的 還是學生對不對 對 真的兩岸打起來 你們會怎麼做 我可能就 先保護家人 會優先 但這樣我覺得 我應該做不到什麼 那你會願意上戰場嗎 會啊 那你呢 先躲吧 好的 大學生 你們會怎麼做 就打 想怎麼保護家人 那如果要你在前線打仗 在第一線 你們願意嗎 哦 OK啊 我 應該會帶著家人跑 帶著家人跑 也沒有問題 那你覺得 你願意上戰場打的話 你覺得 贏的機率高嗎 不高 但是你還是願意上戰場 嗯 社會人士了 對 如果真的打起來 你們會怎麼做 我會 我已經準備好防空洞跟內褲 我會投降 哦 會投降 那你呢 應該也是會投降 也是會投降 對 好的 了解了 還是學生嗎 對 最近其實兩岸的氣氛越來越緊張 有可能隨時就會爭到我們上戰場 如果真的打起來 你會怎麼做 女生也要上戰場 如果女生也要上戰場 哇 可能會 能跑就跑 能跑就跑 好的 了解了 非常感謝你 我問完了 謝謝 拜拜 好 OK 各位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街坊 其實真的 整體的這個感覺氛圍啊 真的跟我們之前 或者是跟我們長期對於 島內年輕人認知啊 真的沒有差太多 尤其啊 而且要問他們真的兩岸發生衝突 他們要該怎麼做啊 很多人都只能說什麼 只能說啊 聽天由命啊 好像如果真的需要我了 我也只能上去 可是這一點又很奇怪 這也是我長期 都想要挑戰島內年輕人 如果今天 真的等到什麼 你再上去 有些絕情不是鍵盤打得很兇嗎 不是很會罵 不是很會讚小粉紅嗎 那請問一下這些人 此時此刻 為什麼不去當兵 因為我們真的看起來啊 我覺得他們好像 都讓我有點感受就是 好像沒責 如果今天能防範 為什麼 有些人的選擇不是說啊 我們當然是希望現在 竭盡所能 能跟大陸談 希望兩岸是和平的 基本上我看到 每一個答覆 都是 那真的沒辦法的話 知道我怎麼樣 當然啦 他們可能聽到這個 螢幕的時候 他們下一次 就覺得已經是發生衝突的 情況之下 他們會怎麼做 但是如果是問我的話 我可能是說 依照現在還沒發生衝突之前 我應該會去選擇 不要發生衝突的物件 尤其在選舉的時候 那我們應該要更加去突顯 和平的價值 那我也要把票 投給那些 希望兩岸和平的候選人 如果是問我 我可能會這樣回答 尤其因為我相信 非常多人都會去揣測未來 那好 有些人是真的 他是反中的 反共的也好 那為什麼 此時此刻 不去從軍 不直接當自願意 因為我們今天問下來 那些說所謂當兵的 很多都是義務義 而且各位今天好玩 是我們問到女生 基本上他們都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有一組 有一個男生 直接就說他要舉白 一起投降 其實 真不是要笑他 而是此時此刻 為什麼 我們能做更多選擇的時候 我們孩子依然 要放縱那些 想要兩岸惡化的政治人物 這也是我一直在問 我一直不明白的 你為了那個尊嚴 那最後你連尊嚴都沒了 那是好的嗎 要不然有種 你就直接怎麼樣 宣布台獨嘛 反正現在都是綠營在執政 為什麼搞了 現在也要另個八年了 阿扁都當完兩任了 為什麼還不敢台獨呢 所以這就是韓國人 長期問絕情 但是很多人都不敢回答 很多島內朋友 可能還沒活在 真實這個緊張的狀況 可能他們就覺得 不會啦 不會啦 甚至有些絕情 就直接嗆韓國人 大陸都喊七十年了 放心啦 不會 有時候覺得他們很可愛 因為大陸七十年前的實力 跟現在的實力是一樣的嘛 大陸七十年前在國際的地位 跟現在在國際的地位 是一樣的 如果今天啊 不隨著時間改變自己觀念嘛 最終啊 淘汰的就是這些滯後的人 有什麼回事 叫做什麼 就是第一次 已經被變成了